澳門出名的就是有錢 這次澳門文化中心請了德國很出名的攝影師 叫做Candida Hover的展覽 他最有名的就是攝影室內建築物 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 甚至我最喜歡的MOMA也有展現過 很多人都想收藏他的畫 他主要是拍攝一些大型的室內建築物 有圖書館、教堂、博物館 他拍出來的感覺是非常宏偉 很多人覺得他拿的對稱和光感都很美 所以引發了很多人 只是很正態觀看照片 都有很多反思人生的道理和感覺 我自己還沒有 希望你可以當中找到 畢竟文化中心都是免費入場的 去完之後 建議大家再去澳門的觀音像 科學館外面的休憩區 他簡直下午這個時間去看黃昏 坐下來喝一杯東西 是非常輕鬆的 展期還有一個月到三月三 最後一條影片就like、share 拜拜